我們的商館階層它最好的一個發展基礎 還是不能脫離就是operation的經驗值 那麼如果說是商館科技背景出身的 坦白說它對公司所有的一個教育訓練的吸收上面 就我們的過去的經驗來看 其實它的吸收效果會是最好的 包括未來發展應用就像我講的 而如果要實際更深入去談的話 往往我們很多店的盈灰到最後它的關鍵 不是在於當初這個店面取得的成本 譬如說是6萬或者是25萬 而是在於說就像我講的 你的你對於這個過去銷售經驗值 或者是人員排班的那種比重 那其實這個都是商館的經驗背景的人 會比餐飲的發揮的效果 可能會稍微優勢一點點